教練切場 我那一次跟他練習的時候 然後我就被他後拋出去 然後倒在地上的時候 我要把左手拉起來的時候 我的手脫臼了 我太輕敵的時候 哇 我那麼的學生怎麼會變強 老師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找我摔 然後就摔到一半 剛好有一個機會 然後就把老師抱起來 然後往後丟出去 老師手就去撐 手就突然變90度 能讓教練驚嘆怎麼變強了 這是19歲的柔道好手蔡明燕 就讀國立體育大學 是奧運重點培訓選手 我熱愛了虛無 然後雖然他有個目標 奧運冠軍 全隊都知道蔡明燕肩負的任務與目標 因此練習時 跟蔡明燕同組的隊友 都非常專注、認真 除了想幫助蔡明燕更上一層樓 自己同時也能夠更加精進 大家的心是一致的 隊友跟他練習時 盡全力、認真 同時也能夠有更多的學習成長 而拍攝當天 剛好有個隊友不慎流鼻血 蔡明燕有些自責 並且心疼隊友 不過這場練習沒有中斷太久 下一個隊友立刻補上 要使周遭的人一起成長 所以跟他練舞我也會很認真這樣 摔起來會很熱血 練習場上掛著柔道思想的基本涵養 以及終極目標 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融 意思是充分發揮本身擁有的精神力量 來鍛鍊自己之外 並且朝著互助共融的目標邁進 而非衝突 蔡明燕跟陳偉傑從小就是因為同量級對戰 一路從國小對決到大學 從競爭對手變成相互扶持的朋友 五年級就認識蔡明燕 從比賽開始就有對到這樣 然後輸他就記住他 那時候第一次遇到然後就直接被秒殺 然後就記得怎麼這個人那麼強 因為我輸他比較多次啊 就是從國小到現在我只贏過一次而已 阿八人軍贏我不知道幾次了 會想為什麼會差這麼多這樣 這會讓我就是變成我的動力這樣 會讓我繼續想要變更強 蔡明燕的轉變不只如此 國中時就已經有驚人成績 快速而來的成就 一度令他迷失自我 甚至其他教練、隊友 形容他臭屁、高傲 而在黃教練的引導之下 蔡明燕調整自我 重新面對所有挑戰 國中那陣子他真的是很少輸啊 而且都是小朋友去打敗大的 別的學校的教練有趣嘛 回來就跟我講說 那個哎呀你們那個 蔡明燕非常的臭屁 我心裡想說 他也就是那個傲氣喔 才讓他這麼拚 那時候的經驗 就是讓我現在塑造成就是 我會去聽別人講 然後先聽、先看 然後最後才說 就如同牆上的精神標語一樣 蔡明燕從柔道獲得的 不只有競技場上的成就 還有人生當中更可貴的 身心鍛鍊與成長 在從柔道獲得的 建立的 在柔道獲得很高 就在柔道獲得很高 在柔道獲得很高 就在柔道獲得很高